再一次深深一鞠躬 感谢我们所有我们好伙伴 以及我们各位朋友 所以朋友对我们的肯定于照顾 谢谢大家谢谢 在竞选总部主任委员立委蔡思逸 竞选总干事旧市议会议长同事委 及后援会总会长张芳丽等人陪同下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曾文婷已深深了一鞠躬 向支持者表达歉意 开票结果出炉 虽然领委寿命拿到接近7万票 曾文婷坦诚自己还是努力不够 他除了感谢内政部长李又昌 立法院蔡思逸 依早同志委 党籍议员与竞选团队 还有志工伙伴的努力协助 也承诺将继续以议员的身份 为金融市民服务打拼 并期许当选立委的林佩祥 能在立法院为金融争取更多 这次的败选是文婷努力不够 表示我没有办法得到 广大基融市民的认同 没有办法让市民朋友信赖我 交托这一个任务 我想这个是我个人努力不够 所有的败选责任 都有我一肩扛起 我要感谢所有在这一路上 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我也要祝福今天的当选人 林佩祥先生 表示你获得大多数 金融市民朋友的认同 但我还是希望你要记住 金融市民的音音期盼 金融的建设还需要仰赖您的争取 金融的未来还需要仰赖您继续努力 感谢所有的朋友这一路上的陪伴 让我们共同经历这美好的一战 这个过程里面 有欢笑 有汗水 有艳阳高照时 有花风下雨时 但我们都一起共同经历 未来文庭还是会持续守护金融 守护台湾 立法人蔡世英与议长同志委 也鞠躬感谢市民用选票 表达对民进党总统及立委候选人的支持 虽然总统顺利当选 但是立委选举结果也显示 民进党在基隆基层经营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相信在未来的赖总统的领导之下 台湾的未来会继续发光发热 而赖总统因为跟基隆有深厚的感情 我也相信未来在许多的方向 会继续来支持基隆的各方面的发展 那在这边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谢 在座的好朋友在总统跟立委的选举投票过程当中 给我们的很多支持跟努力 那虽然我们在基隆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原先设想的目标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尽力了 总统大选基本上大家关心的是台湾的未来 还有基隆真正的发展 我们基隆未来的出入包含经济 还有我们的这个转型 市港再生计划等等 那立委的选举地方选举 大概在基层的经营上面 代表我们全体党公职都有共同的责任 还要再继续耕耘 继续扎根 如果未来我们要在地方选举上取得胜利的话 我想我们在各个邻里 各个区域都还有在努力的空间 大概跌甘前了 我们地方选举大概要跌甘前了 陪同这问题一起车队扫接卸票 同志委透露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已经致电 希望他转达对基隆市民支持的感谢 也承诺将持续关注基隆发展 让基隆突破改变 同志委也表示 未来会透过议长四级全体党籍议员 持续向中央沟通争取支持 他非常感谢基隆市市民 对他的支持跟照顾 他也非常非常的关心 他特别强调 他非常非常关心基隆未来的发展 基隆是他故乡 他是故乡的一份子 他强调他会持续的关注基隆 而且会让基隆有重大的突破跟改变 他要市民没有放心 也谢谢大家 虽然我们在国会唯一的一席代表 现在可能就是可能会面临 我们民进党这边没有一个成员 但是要特别强调 我们未来就透过议长室 透过我们全体议员 来跟中央争取一些沟通跟支持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